那如果你跟他还没有聊几天 就急着约见面 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危险 很可能是想要骗他的 而且聊没多久就急着约见面的男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做的薰Jesse 上一期已经跟大家聊过说 到底怎么样的男生 在交友app上面会直接被我跳过 那这次呢 同样是要聊关于交友app上面的问题 但是这次是已经开始聊天了 但男生说了哪些话 做了哪些事 会被我列为拒绝往来户 那这次一样是比较偏个人喜好的问题 不过我想男生还是可以拿来当作参考的 我觉得如果今天女生已经开始跟你聊天了 那其实你已经比其他男生握有很多的胜算了 所以千万要避免一些行为举止 才不会引起女生的反感 那第一个 会被我列为拒绝往来户的行为是那种 一开始聊天就问我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 像是你交过几个男朋友啊 你第一次交男朋友是几岁啊 你们进展到哪里啊 只要男生问了这些 我都会觉得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 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 人是有亲疏远近之分的 虽然我们可以聊恋爱的话题 但不是现在 现在如果你没有用礼貌的态度对我 那对我讨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一聊天就聊那么私人的问题是真的蛮白目的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要跟女生聊天 建议你先从一些比较无关痛痒的话题开始聊 像是你知道她喜欢看电影 那就聊聊最近刚上映的那一些电影 顺便打听一下她喜欢哪类型的东西嘛 或者是你也可以聊聊你自己本身今天遇到了哪些事情 先从自己谈起 之后就算不小心问到了对方的事情 对方也不会觉得你那么的没有礼貌 一定要提醒你们一下 也许你在问的当初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别人跟你不熟 所以她听到了这些话会怎么想 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就是因为这样才要你们小心为上 你永远都不知道跟你聊天的这个女生 她愿意接受的话题尺度在哪里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说话的那一方没有想太多 才会导致你们之间产生了很严重的误会 所以那些比较私人的话题希望你先避开 在你们还没有收到会天天聊天之前呢 都先不要去捧 第二点是我朋友自己真的有实际遇到的 那就是搞错聊天对象 像是你觉得自己在跟A聊天 A之前跟你说过他喜欢吃丝瓜 所以这次你就提起了这件事情 说你不是很喜欢吃丝瓜吗 我最近刚好学会了怎么做一道丝瓜的料理 但是事实上跟你聊天的是B B这个时候就会觉得 好我哪有说我喜欢吃丝瓜啊 接下来他就会马上发现 原来你把聊天对象搞错了 那为什么搞错聊天对象会这么严重呢 是因为当女生对你有好感的时候 就会希望自己在你心里是特别的 当然他也知道说在交友APP上面 你可能会跟很多不同的女生聊天 但是因为他对你有好感 所以就会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当事实血淋淋的摆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一定会觉得不高兴的嘛 第二个当你把聊天对象搞混的时候 他会觉得原来在你眼中 A比我更重要 所以你才会记得他喜欢吃什么 甚至在你跟我聊天的时候 你还是想着A 我觉得男生真的不要那么迷糊哦 你在跟女生聊天之前 稍微放一下你们之前的记录 搞清楚自己在跟谁讲话 因为说不定真的适合你的人是B 但是因为你做出了这件事情 导致你们两个之间就没有机会了 那等于就是你自己自断的后路了哦 第三个就是那种聊没两天就开始想要约见面的 我觉得在网络世界上是有很多危险的 所以女生们一定会有比较高的防备心 那如果你跟他还没有聊几天就急着约见面 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危险 很可能是想要骗他的 当然我觉得这对男生来说是有一点不公平的 但是希望你们也能谅解说 女生难免就会比较小心一点 所以至少你需要跟他聊一阵子 了解说他的喜好 他的习惯 甚至到那种他愿意跟你聊心事的程度 你在跟他约见面会显得比较不唐突 而且聊没多久就急着约见面的男生 会给人那种很没耐心的印象 那我个人是非常讨厌没有耐心的男生 所以一旦男生出现了这样子的表现 我就会觉得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面 都显得那么耐不住性质的话 那我相信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并不适合 那要跟他见面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第四种就是那种完全聊不上话的 什么叫做完全聊不上话哦 像是我的兴趣他不懂 我喜欢的东西他连听都没有听过 这感觉有点像是你喜欢打篮球 女生还在问你Michael Jordan 你就会想说天哪 Michael Jordan都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最热的是Curry好不好 所以如果当我遇到一个 跟我完全聊不起来的人 那就算他其他方面再怎么吸引我 我还是会觉得跟这个人之间 好像缺少了什么火花 又让女生觉得跟你能聊得上话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难 尤其是在交友APP上面 因为在交友APP上面 你可以先从他的个人资料那边看到一些线索 那那些线索呢 其实你只要稍微去Google一下 你就会得到很多不同的资讯嘛 所以在聊天的时候稍微的提一下 他就会觉得 哦原来你也知道这一块哦 那自然你们之间就多了一些亲切感 所以如果你在交友APP上面 还会让女生觉得跟你聊不上话 我就会觉得会不会是 你没有稍微做一点功课 才会让女生有这样子的感觉 虽然这有一点点作弊哦 但如果他真的是你很喜欢的类型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增加他对你的好感度 我觉得也是可以试试看的方法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当然这个有一些是我个人喜好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有些女生在意的点也是跟我一样的 所以希望我今天的影片可以让你作为参考 那也希望你在交友APP上面能多留心一点 避开这些地雷 我是主委萱Jesse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麻烦帮我订阅加分享 而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